車位明明很難找 但整排停車格卻空蕩蕩 桃園縣會有這樣的奇特景象 就是立牌上這個收費規定惹的禍 桃園縣約有1 3分之1的停車路段 上午7點就開始收費 除了新北市超過1 3分之1地區 也同樣是7點計費 其餘的台北市 台中市 台南市 高雄市 路邊停車幾乎都是8點或9點過後 才開始收錢 難怪民眾批評桃園縣搶錢搶得很兇 收費員開出一張張收費單 這個舉動卻讓臨時停車 買早餐的民眾很心慌 因為一旦過了7點 荷包又要縮水一點 但民眾把車輛開離停車格 卻又造成交通混亂 剝吊廠也沒有開始上班 那我們做家長的 還要去買早餐 帶孩子上課 買菜 為了要自己的方便 他們的車子都不願意停在停車格裡面 一大早就造成了交通的混亂 我覺得不合理 因為早餐 我們上班的時間是8點 早上才買3 40塊而已 那早上7點就開始收費 就要多花了15塊 桃園縣交通局則解釋 收費標準會劃分成商業區和住宅區 早上7點收費的情況 只會出現在上班族出現的地帶 桃園縣的一般的工商航號 上班時間都是在早上的8點鐘開始 所以訂在7點鐘是給這樣子一個 上班族停車的一個需求 我們知道有一些 對這個收費時間有不同的聲音 我們也歡迎民眾能夠具體提出來 這個路段來跟我們反映 停車格有如地雷 不想多花錢的民眾 只好避而遠之 因為這幾個銅板 日積月壘下來還是很可觀 與其斤斤計較 民眾認為縣府不如延後兩個小時 再收費停車政策才會辯明